今次會講到Philogenetic Tree, 或Evolution Tree, 即是系統發生樹, 或是演化樹, 同一件事 這件事最基礎的版本, 我們可以看看Practice Paper Practice Paper, 其實那段文字描述是直接教你做的 我們去建造這個演化樹的時候, 假設兩個物種相似之處越多, 代表他們的關係越密切, 即是他們越後期才變成兩個物種 下面有些Data, 有PQRST, 五個Species, 五個物種 對於同一個Protein, 跟上那個Arminouser Secrets, 我已經算是序列, 有幾大差別 這一種題目是最簡單的一種, 因為所有物種都只是跟P一個物種比較 所以我們最後排隊只會有一種排法, 就是它跟P有幾相似 數字越小就自然是越相似 我們可以看看答案 我們要看到, T 是差一個安基酸, 即是最接近, 即是P旗就應該是T 另外, 剛才那種排法, 你只能夠跟P一個比較 所以一定有一條主軸, 即是由始造, 去到P是一個主軸, 再差其他物種出來 滿足條件就只有BOY一個答案, 所以答案直接就是BOY 然後看看2013年的題, 有十九二十六題 那兩題的資料都是Based on PQRS, 四個生物 不知道是密頭安物種 然後有一段DNA的Sequence, 可以看看 先看看 你可以明顯看到, P和Q是比較相似的 它們只有藍色的Base, 一個Base是不同的 另一P就是R和S, R和S都是相似的 只有黃色的A和T是不同的 因為各自都是差的Base 接著, PQ一組和RSE另一組 就有紅色和綠色的分別 Base是不同的 大家自己看吧, 口說都會很亂 這些Base之間的差異 成因就是Gene mutations 基因特變 都有很多不同種類 可以細分 詳細的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影片 接著, 第二十題就是 今次的重點, 就是演化樹 接著, A, B, C, D 是哪一個正確的演化樹 接著, P和Q應該是一組 即是遲些才分差 R和S也是另一組 遲些才分差 接著, 即是這兩組 比較早點分開 紅色和綠色 代表Base 在較早的時間 就開始有些特別 接著就分道樣表 接著, P和Q再分開 R和S再分開 所以答案就是A 接著, 到16年的14、15兩條 這條和之前Practice Paper的比較 比較複雜 因為, P, Q, R, R, S, T 都是五個物種 但它比你的數據 就不只是同一個物種比較 即是, 剛才Practice Paper那行 其實全部同P比較 就等於只有第一行的四個數字 但現在, 它是有五個物種 都會互相比較 所以, 數字比較多 大家一定要把主軸出來 我之前也提及過 如何由頭畫起 但我們現在就做MC 就用這些方法 第一件事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最大和最小的數字 分別分佈在哪裏 你可以見到 很明顯 最大的數字 都是和T有關 T和其他四個物種 比較 全部都是數字最大的 即是說 T應該是最早分差出來 它和其他的親戚關係 就是最遠 滿中的條件 就是T是第一個差出來的 你已經西剩A和B兩個選項 然後就看最小的數字 最小的數字 就是P、Q和比較 4 即是最小 即是P和Q的關係 應該很密切 另外 R和S比較 都是4 即是R和S應該很密切 符合這個條件 答案就是BOY 就是一種比較快的 去找到答案的處理方法 然後答案就問第15題 然後 其實是足智室的 如果是英文的同學 它就說 五種Specious的物種 都是Bacteria 中文就是真細菌 這題是欺負中文的同學 因為看看你有沒有撈亂真細菌 現在它就問真細菌 即是一個Pokeo原核生物 你自己都應該會做 DSC是一場漫長的奮鬥 很不容易終於爬到最後一離 去到這一刻 你覺得你的裝備 夠不夠支持你走到最後呢? 學海無崖 時間好像永遠都不夠 筆記那麼很多 真的記得了嗎? 還是明明背了轉頭又忘記呢? 那我們就當然明白困難在哪裏 Rackhard Playcast這個頻道 由17年發展到現在 差不多4年 我們大膽做新一點的嘗試 開發了加料級的考試道向 最後一離 當中整合了 令年考試的得分重點 配合精華所在的概念圖 彈入彈出 當然是全彩色的圖 幫你更準確 變形生物結構 可以這頭部員 即時測試一下自己 是不是真的記得 真的懂 這個溫習和測試同步進行的裝備 給你以最高的效率 善用最有限的時間 無論是電腦、平板、電話 我們都支援的 不需要再帶著本實體書、實體筆記 隨時隨地無限翻讀 詳情可以參考下下面條link了解一下 然後到近年 2020年都有一條問過這個主題 看看表 表列了PKRST的五個物種 分別有什麼特徵 這裏一定有一個特徵 要提提大家 究竟是否什麼特徵 都可以用來建構演化樹 如果大家有印象 2016年有一條問題 就是給你一堆植物 然後有一堆特徵 建構出來的檢測表 去判斷一些物種 它們的演化上 即是Evolution上的關係 答案就是 不行 樣子就不代表 它們的演化上有關係 那演化上的關係 怎樣判斷呢 其實就要看它的DNA的Base sequence 即是鹹肌序列 或者是它的protein蛋白質 上高的Aminosis sequence 我可以選擇它們才行 再早一點 2014年有另一題 就給了兩條魚 然後給了兩條魚的相片 然後有一個檢測表 然後就認出魚的學名 認完之後 我們怎樣判斷那兩種魚 在演化上的關係有多密切呢 有什麼Data可以用 你看下面答案的結構 其實答案的結構 就是問你1、2、3 有沒有哪一個是錯的 答案就是第三個是錯的 所以答案就是1和2 即是告訴你 不是什麼特徵 都可以用來建構演化樹 我們回到2020這一題 那題目是完全沒有說 那些特徵是什麼特徵 總之有五種特徵 我覺得有點誤導 因為不是什麼特徵都可以 所以不說 就當作什麼特徵都可以 那這裡大家要小心一點 提醒大家這個重點之後 這題目其實就不懶 九成人都對的 大家自己做 最後講多一題 18年第九條MC 以下有四句 哪一句是一個最重要的理句 是令到我們區分細菌和股細菌的Domain 兩個域 第一句 A那個其實就沒有什麼point 即是不知道真還是假 完全沒有辦法驗證 然後 之後 B和Doc其實都是針對細菌和股細菌的特徵 但這些特徵又不可以作盡 最重要的是C 就是DNA sequence